吃软饭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在爱情保卫站里 什么男人花女人的钱都弱爆了 这里的奇葩真的数不清 这个男人表面上呆呆的 实际上精明的很 他恋爱时对女友连哄带骗 婚后骗到手就坐下起程 简直不要太舒服 要知道这个男人和女生年龄差了11岁 离过婚 而且还带着一个13岁的孩子 这种条件女生家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然后家里人反对啊 我也挺喜欢 我就想嫁给他 然后我俩就偷偷地就把证给领了 行 就为了所谓的爱情呗 后来女生发现自己怀孕了 家人只能被迫同意这门亲事 男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不老实了 他家里人就说不给我办婚礼 他整个不给你办婚礼了 当时那点女生怀孕 长得不伤 你和这一人 婚礼就是别办了 你折腾玩肚里 还有个宝宝 过得幸不幸福是咱俩的 那护眼是被看人看的 就婚礼没办是吧 对就没办 这个人说话挺老实的 就是这说的话有点大问题 什么叫挺个大肚子 不能办婚礼了 什么叫婚礼是给外人看的 还说什么两个人过得幸福就好了 这种逻辑真的简直了 生完孩子以后了 他啥都不管我了 就做饭洗衣服都是我自己 我做月子呢 我还要给他洗衣服做饭 那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话 你做点家务什么的 我用家务很正常 那你也不能肿一点都不给我干 不帮我做吧 这个人好像没弄清楚一件事情 在男人工作很忙 女人身体健康 无业在家的情况下 女人做家务才是正常的 况且这位女生还在做月子 做月子期间是非常重要的 本就不宜劳累 这时男人还不帮着女人做家务 真的有那个大病 然后更过分的是 我出院的时候 他在家看着电视 然后还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还自己带孩子 还要给他洗衣服做饭 这是为啥呢 我以为您去忙工作了 没时间顾不上 您看电视让人家伺候您干嘛的 那我回家来 我说看看电视什么的 那不也放手吗 前面咱们说了 男人如果工作很忙 女生是可以作为家庭主妇的 但是这个人三年来 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那我不也一直在找工作吗 我不也努力找的吗 那我找工作 那也不是说斩家开的 我不得说找一份 适合我的工作吗 啥工作适合你 我就是因为说 就是只要说我能干动的 就是不太累的就可以 啥累 啥轻松 你想干啥 就是我能干动的就可以 自己什么技能也没有 还想着干轻松的工作 还想在家里被人照顾 哪来的这么好的事啊 最后女生用离婚要挟她 她终于找了一份 苏州电子厂的工作 于是俩人一起去了苏州 我一个月的时候 表现得很好 就是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 我就以为 她可能是已经改过自习了呗 后来有一次 同事就过来问我 我来了 说她去哪了 去她那岗位找她 她不在 然后我就去找 我就蛮长着里边找她 然后在厕所里打游戏 我喊着她也不理我 过来我没办法了 我才让同事给她拽出来的 那也有三迷 我去卫生间 那不也正常了 最后因为耽误工作 男人被公司开除 就这男人还在那狡辩呢 工作时间虽然可以稍微摸摸鱼 但也要适度 她自己做错事 还说自己不是有意的 最后实在不行 女生想带着男人回老家 男人还不愿意 还想着闯一闯试试看 她找了三个月 她都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她每天找到都找出办会 我就告诉我说 我去找工作去了 然后有一次她洗澡 她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我就看了一眼 结果是她朋友 给她发了一短信 告诉她说 不来打游戏 然后我就往上面反 结果她每天都是 出去打游戏去了 根本就不是找工作去了 你说我打游戏 我一天打两三个小时 我不是说一天二十小时打 但是平常那时候 我也在找工作 我不得找个适合我的吗 我是真听不下去 你知道吧 结果女生一去之下 买高铁票走人 男人这个时候 勤快起来了 连忙赶出去拦人 不然他连饭都没得吃 最后男人卸载游戏 想要重新做人 于是两人来到天津打工 天津这个地方 我因为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朋友给我介绍 这个工作吧 我是实在干不了 那个领班和经理吧 动不动没有事 老早长的小毛病 老发长的钱 我是实在也干不了了 我说这活我真不想干了 我说我也不想让他 那你来天津做什么 跟他一起上班 那他怎么能行 你就不行了 我觉得就是 他那个发起来什么 就是找毛病 玩一天 就是说时间点也太长 我就实在 我是真受不了 等他干了几天 又不干了是吧 是啊 他干了一段时间 就要超时辞职 要不想不干嘛 看到这 估计大家也明白了 这个人就是好吃懒做 啥都不愿意干 女生最终帮他找了一个快递的工作 快递怎么了 快递我干不动 我去了 他那都是装卸车 那一个箱子都四五十斤 玩儿 而且一人得装 一车到两车 我说 属实我干不动 那活儿 那你说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我真干不动 我说要不实在不行 我就个人干点什么买卖吧 你说那你这也干不动 那也干不动 你说你能干什么 也这么大人呢 最后实在没门 女生找人帮忙 给他开了个超市 男人家里拿了几万 女生家里拿了几万 就这样超市开起来了 有一次我上班嘛 然后路过那个超市 然后看那个超市没开门 我就问旁边这商家啥的 我就问问呗 我说 哎呀 我说这超市怎么没开呀 然后那商家跟我说 他都好几天都没来了 都以为说他不干了呢 我就挺生气的 你说他不想给别人打工 然后想自己创业 我就给他弄 然后结果弄成这样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干啥呢 我说超市不开呀 他特别理直气 说告诉我说他在家睡觉呢 就这样超市也倒闭了 钱也全赔了 刚开始上班打游戏被辞退 然后打工不愿意干 体力活也懒得干 最后自己创业也创了个寂寞 真的就是干啥啥不行 不知道的 以为这是在拍电视剧呢 女生最后实在没辙了 那他不工作就不工作了吧 在家做做家务也行吧 于是女生每天外出工作 男人在家闲着 然后我每天我上班下班回来的时候 我还得自己洗衣服做饭 我还得给他洗衣服 我还得给他弄饭吃 然后就有一次 这个你也干不了啊 做饭你干不了是吗 能干了啊 那为什么不干啊 不赢了 渐渐的男人就成了家庭主夫 女生每天外出工作养家 平时不赚钱也就算了 男人成天还乱花钱 好家伙 5月20日算是一个小情人节吧 情人节不应该和对象一起过吗 他向别人转账520的逻辑实在太牵强 以上的所有事情都加起来 女生无法忍受了 想要来节目组控诉 如果他无法改变就要离婚 可是女生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一个人30多岁 整天好吃懒做无所事事 让一个女人每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自己的孩子一个扔给自己爹妈 一个扔给自己媳妇 生活费一分不出 估计他这30多年就是这么混过来的 他已经无法改变了 不知道有人发现了没 女生在台上讲话时 一直有气无力的 头顶冒着虚汗 估摸着像是月子没做好 落了病根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如果这个男人15岁 那可以说他是未成年 可以引导教育 但是他今天35岁 还有两个孩子 改变已经成为不可能 我们从头捋一捋过程 就会发现这个男人是多么肮脏 首先恋爱时 脸哄带骗的和女生领了结婚证 女生是冲动 男人是蓄谋已久 领完证连婚礼都不办了 结果女生就这么被糊弄过去了 男人发现女生太好骗了 于是变本加厉 让女生上班养着自己 做自己的便宜保姆 用媳妇的钱给别的女人化 这个软饭可谓是最强了 节目的最后 女生决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观察男人到底能不能 实实在在的改变 再做决定 视频最后总结一句 想要一个人改变时 不要说什么 不改变就离开 而是要先离开 后看她行动